这是一块平板 这是一台电的 这是一台平板电的 它叫iPad诞生于2010年 给这个年份加上十一年的期限 也就是今年2021 瞧多么积极的数字 Gi0又i1 就像iPad边框一样 折了又弯 弯了又迟 除了外观 iPad的11年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毕竟只是一个大好的iPhone 但真的只是一个大好的iPhone吗 我的答案是不仅仅是 你可以在不喊失业的情况下 让iPad截屏开灯 可以用它自带的图书APP免费看书 甚至听书 拦截浏览器广告等等 嗨你们好 我是某克君 一个分享软件 网站技巧拉署 下面向你分享20个iPad隐藏功能 希望你能看到最后 1键盘 想要和喜欢的人表白时 输一段文字 想用空格带的标点 于是连按了两次空格键 好家伙直接来到了一个句号 我怀疑输入法再暗示我 不要开始这段关系 因为它不属于我 只能做我的嫂嫂 对吧 屏幕讲的嘎嘎们 那么如何关闭双击空格输入记号呢 只需进入iPad设置 找到键盘 将句号快捷键的悬项关闭即可 如果你的手太大 达致是双手需要忍一下 单手使用不够的容器 你可以双子在键盘上进行捏合 之后就转为幅度键盘了 提高日常文字的输入效率 对了 你们习惯于哪种输入方法 喜欢几宫格的coco1 喜欢全键盘的coco0 2 阅读 初次打开苹果图书软件 看到的可能只有一片空白 当你在Safari浏览器下载一本 免费的EPOB格式的图书时 点击下载的图书 之后图书就会自动导入到图书APP中 最后你就可以免费阅读这本图书了 并且还可以进行重点标注 进行翻译输入笔记等操作 但这个软件不能听书 但我找到一个弥补的办法 进入iPad设置 点击辅助功能 找到朗读内容 最后打开朗读屏幕 也可以打开下面的语音控制器 方便操控 你还可以在这里选择朗读的语音包 最后进入REAL的页面 就可以帮你朗读图书内容了 可以点击云控制器 进行变速翻页等操作 兄弟们如果感觉这个功能还不错的 麻烦coco6 或者给我点个赞 求你了 3.桌面 可以长按桌面 点击下方的小点点 就可以将不需要的界面取消勾选 这样常用的软件在桌面 不常用的在资源库 4.Apple Pencil 西平状态下 Apple Pencil双击iPad屏幕 可以快速进入备忘录 Apple Pencil从iPad屏幕 左下角向中间滑 可以快速截屏 画出形状后长按 之后就会自动转化为标准的形状了 在设置里打开Apple Pencil设置 之后打开随手写功能 就可以在任何需要内容输入的地方 直接使用Apple Pencil进行输写 会自动转化为标准的字体 左右横滑可以删除文字 如果你用合同需要签字 对方要求签字后 拍照发给他 那你可以直接在合同上进行切字 之后进行截屏发送几个 5.多模式切换 iPad作为学习工具 你可以打开阅读模式 屏蔽外界干扰 可以建立一个只有学习软件的页面 当你打开阅读模式时 只会展示这一个页面 也可以设置指定的时间或者地点 自动打开阅读模式 还没完 当你将听觉添加到控制中心时 你可以选择雨声 海洋声 溪流等白皂音作为背景音 真的是学习戾气 后面还有分享iPad辅助学习的其他功能 可以继续看下去 6.语音控制 看完演示 接屏 打开灯带 你说的话会自动转化为文字 此时弹幕可能就有人在说了 那么如何做到呢 进入iPad设置里的辅助功能 点击语音控制选项 之后将其打开 你就可以在不害4月的情况下 通过口令 让iPad截屏 调整音量 旋转屏幕 滚动页面等操作了 对于打开台灯的操作 你可以在米家APP里 将台灯转换为快捷指令 然后点击语音控制选项里的自定命令 选择你设置的快捷指令即可 如果比较害怕 误操作 也可以设置注视感知 这样只有你盯着它时 口令才会有效 兄弟们 这个功能够强吗 7.快捷降低白点值 晚上用iPad屏幕亮度次眼 余数将屏幕亮度调到最低 稍微好一些 但还是有些次眼 你可以进入iPad设置里的辅助功能 点击显示有文字大小 打开降低白点值选项 调整下方的亮度调 可以进一步调低屏幕的亮度 但当在白天太阳光线下 屏幕亮度及时调得最高 你很难看清屏幕 那你可以关闭降低白点值这个选项 不过每次都要进入设置比较烦 那你可以在辅助功能里 点击辅助功能快捷键选择降低白点值 就可以通过连按三次电源键 打开或者关闭降低白点值选项了 8.Safari 在Safari里搜索一个学术问题 想要对比不同的收入结果 可以长按拖动分屏进行对比 搜索到了论文内容 点击共享之后选择图书 然后网页内容就会以PDF格式 在图书中展示了 但是包含了一些网页背景 弹窗广告等不够书面化 你可以在共享导出之前 点击菜单按钮 之后选择阅读器 再进行导入到图书APP的操作 然后就变成了进化后的见面了 导入到图书APP的好处是 你可以进行标注笔记翻译签名的操作 手写的笔记使用套手笔圈住后 还可以移动位置 兄弟们这个功能喵嘛 当你上厕所发现没带指时 想要在Safari里搜索解决的办法 结果收到的是手指加长器 刚长医院广告 当你点击阅读全文 突然的解决办法才能看到 而如果在iPad上安装了拦截100这个插件 并在Safari设置里点击扩展 之后打开拦截100开关 可以允许访问网页选项 然后打开刚才的网页 就可以直接看到通用内容了 并且还会帮你自动展开全文 拦截一些跳转APP的网页 就是一些网页广告等功能 容而插一嘴 今天视频里所有提及的软件 以及网站我也打包 获取方式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查看 9.手势 双子在Safari中进行捏合 可以打开网页标签页 双子在短信备忘录等软件中下滑 可以快速选择内容 在文字编辑界面 双击文字可以选择支持 三击文字可以选择锯段 四击 啊四击是第四代移动信息系统 三字左右滑动可以进行撤销和重做 10.自动化 打开快捷指令这款软件 点击自动化 之后选择创建个人自动化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自动化功能 这些功能看似复杂 其实只要你记住一个逻辑就可以了 那就是当什么什么时 就会自动打开某些功能 比如当到了中午12点时 iPad就会自动帮你打开 bilibili这个软件 设置方法也比较简单 选择特定时间 点击下一步 选择打开APP 然后点击打开后面的APP 选择一个你想要打开的软件 再点击下一步 关闭下方的运行前询问 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可以按照这个逻辑进行个性化设置 比如当你打开阅读模式时 会自动帮你打开需要的学习软件 并进行分屏 当你插入数据线时 会自动将iPad上的声音转移到HomePod上进行播放 太牛了 11 降低高音量 当你带着AG看视频时声音太小 于是你将声音调到最大 看完时再看其他的正常音量的视频时 结果A2直接原地爆炸 你可以在iPad设置里的声音设置里 点击降低高音量 打开后你可以选择不同分配的音量 降低的程度 数字越小 降低的程度也越大 听到的声音也越小 12 与Windows 安卓互传文件 在不同设备的浏览器中打开这段网址 然后你就可以在浏览器中看到这个网络下的不同设备了 点击就可以直接选择文件进行发送 你甚至都不需要登录注册 如果感觉每次打开网站不太方便 那你可以点击共享 之后将其添加到主屏幕 这样你就可以像使用软件一样使用网站 13 iPhone 我有一个朋友叫刘同仁 当他第一次带他女朋友去他好兄弟家里时 他女朋友想让他问一下好兄弟家的WiFi密码 当他正要将WiFi密码告诉他女朋友时 突然发现他女朋友的iPhone自动连上了WiFi 此时好兄弟向他解释这是苹果生态 刚才好兄弟在iPad上点了共享密码 他女朋友正好打开了输入WiFi密码的界面 条件符合所以自动连接虚极隐藏 当他感叹技术的先进 想要在网上多了解了解 于是看到了这句话 需要电子邮件地址在对方通讯引路 可以在iPad的FastTime通话设置里 打开来自iPhone的通话 这样你就可以在iPad上接听来自iPhone的电话 在iPhone的设置里点击信息设置 之后打开短信转发 选择要接收的信息设备 这样你就可以在iPad上接收来自iPhone的信息 14.文字识别 拿起iPad打开相机对准一段文字 当出现扫描图标时 即可直接复制文字在其他地方粘贴使用 当你在粘贴时如果点击扫描图标 会在屏幕下方打开相机界面 当你对准文字时 文字会实时的同步在文稿上 是真的巧 看没完当你想要引用文稿上的文字时 发现根本复制不了 此时可以进行截屏 之后直接长按文字即可复制 甚至还可以帮你翻译 长按图片上的电话可以弹出号码 方便直接拨打 拍到的网址长按可以直接打开网站 如果是一串地址 点击识别后会直接在地图软件上定位到图片中的位置 兄弟们这个功能够强吗 15.Mac 在Mac上结了一张图 点击右下角的接收预览 之后这张截图就会自动闪现到你的iPad上 你可以直接使用手指或者Apple Pencil进行标记 iPad还可以作为Mac的复屏使用 在Mac控制中心的显示器区域 点击这个iPad图标进行连接即可 你还可以在显示器设置里更改复屏的位置 也可以使用Apple Pencil直接操控 映射在iPad上的Mac界面 16.备忘录 以前分享过iPhone上备忘录的技巧视频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主要说一下iPad上独享的一些备忘录功能 输入一段文字 使用Apple Pencil 斜着滑动可以选选文字 在文字中间竖像滑动可以添加空格 长按形状涂鸦可以生成标准形状 画出的图形可以随意移动或者复制 甚至还可以直接拖动发送给别人 从屏幕右下角向中间滑 可以调除快捷备忘录 你可以将一些图片网址等内容直接拖入进去 17.拖动 你可以直接拖动图片上的文字到指定的位置 录音可以直接拖动使用 拖动素材时点击其他素材可以快速选择 拖动输入框里的地址 可以快速将网址发送给好兄弟 18.查看APP访问数据 在设置中找到隐私之后打开记录APP活动 点击储存APP活动 再点击导入到隐私洞见这个软件 稍等片刻就会展示各种APP的访问情况了 19.分屏 你可以在软件界面调出程序屋 拖动需要分屏的软件进行分屏 也可以调出任务窗口 将一个软件窗口拖到另外一个软件窗口进行分屏 点击软件界面上方的三个小点点进行分屏 可以分为55开屏或者i.5开屏 如果你想要简单的竖屏分屏 可以下载分屏这个软件 将一些网站应用进行上下分屏 按时iPad上锁 经由iPad屏幕使用时间设置 如果你使用iPad来学习 那你可以点击停用时间 在特定的时间段停用非学习类的软件 如果你的设备都是苹果 那你可以开启在设备之间共享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还想看哪个苹果产品的技巧分享 可以发在弹幕里 如果感觉还不错 对你有用 麻烦点个赞投革币吃过场 最期待当然还是你的关注了 我是木格军 我们来日方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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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